美国方面爆出最新卫星图片 好险还会有哪些新动作 这份礼物看起来并不很美妙 应该说是惊吓而不是惊喜 美防长喊话朝鲜若有必要 今晚就可开战 开战当然可以 你随时可以打 但是你知道战争向什么方向发展吗 美军七种类型侦察机瞄准朝鲜全境 花式监控有意暴露行踪 美队朝极限施压收效几何 如果在最后期限刺破脸的这种情况 把这个锅扔给朝鲜 F-35A和全球鹰低调部署韩国 日本出动舰艇全天候监控周边海域 敏感时刻 美国为何搬出盟友火上浇油 可能会使这个半岛的局势 骤然失控 就像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朝鲜接连召开重要会议 加强防卫力量 年底期限将至 朝美关系将如何翻开新篇章 不把对方推到战争的边缘上头 而是进一步走向谈判 朝鲜半岛还在等待什么 防务新观察特邀军事专家 为您深度解析 各位周三好 我是嘉明 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如果有人说要送给你礼物 你究竟是耐心地等待 还是迫不及待的侦查 我们来放大第一张图 过去的一周 美军的七种型号的侦查机 全部出动 似乎是不想放过 朝鲜半岛的一草一木 好像在寻找之前 朝鲜说过的 要送给美国的礼物 究竟是什么 我们来放大第二张图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也放出狠话 今晚就可以开战 而他身边的这位马克米利 美军的参联会主席也说 针对朝鲜任何可能的动向 美国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我们再来看朝鲜方向 我们来放大第三张图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 也在讨论如何加强防卫力量的问题 我们来看今天的观察短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2月22号报道 美国最新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 朝鲜正在扩建一家 与生产洲际弹道导弹有关的工厂 报道称 朝鲜平城工厂的新建临时建筑物 足以容纳发射必升起的 导弹发射车 2017年12月 金正恩曾访该厂 试查试射火星 15洲际弹道导弹的准备工作 据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接连两次宣布 在西海卫星发射场 成功进行了重大试验 并称 这些国防科研试验成果 将用于另一战略武器开发 外界由此猜测 朝鲜所谓的另一战略武器 或将是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据韩联社12月22号报道 美军侦察机RC-135W 在朝鲜半岛3.1万英尺上空 执行了飞行任务 RC-135W是美国空军 电子侦察机队的主力 能捕捉导弹发射前 地面摇测器发出的信号 并分析弹头轨迹 据韩国SBS电视台报道 12月初美军侦察机 只是偶尔出动 而最近则变成了 几乎天天出动 据韩美统计 近期共有包括 全球鹰U-2S EP-3E E8C RC-135S RC-135V 和RC-135W 7个型号的美军侦察机 现身半岛上空 韩联社分析称 美军侦察机执行任务时 都会关闭定位系统 但近来却有意暴露行踪 意在对潮施压 那么美国频发的侦察行动 究竟发现了什么 朝鲜的新动向 又会给半岛局势 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防武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做客我们节目 首先请教两位专家 其实朝鲜提这个 送礼物的事 有一个多月了 它深层的含义是什么 尹先生 朝鲜可能想在 朝美这个和谈判里头 取得一定的主动权 我想这是它 最重要的目的 宋女士 应该说这个朝鲜 送礼的仪式感 大于这个礼物本身 尹先生 请继续 首先一个我们说 谈判对朝鲜半岛的 和平有利 而和平 对朝鲜有利 没错 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应该是很清楚的 朝鲜很知道 它自己的根本利益 在什么地方 因为一旦打仗 它以弱对强 那么整个国家的建设 可能会遭受 重大的挫折 而现在有一个机遇 就是可能 能通过谈判 解决一些 现在基带 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现在谈判 遇到一些困难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 由于特朗普的政府 整个的不可预测性 那么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这种困难 并不是 现在还没有到 完全撕破脸的地步 那么因此 我想朝鲜在这个行动里头 它应当是有限度 有限度 就不撕破脸 不把最后 和谈的路 完全堵死 这应该是 它采取 采取措施的一个底线 苏女士一直认为 朝鲜这次的表态 很有仪式感 对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 我们看得都很清楚 一般情况下 如果想送给对方 一份惊喜的话 那这个礼物 之前是要保密的 但是这份礼物 朝鲜其实也是告诉美国 礼物是惊吓还是惊喜 取决于你的态度 所以这份礼物 可以说 这个送的时候 这个感觉 整个的这种仪式感 是非常强烈的 而为什么有 这么强烈的仪式感呢 我觉得可以说 朝鲜希望能够 向美国送出一份 对双方有利的礼物 而不是对双方关系 有害的礼物 而这份礼物 从目前来看 我倒是认为 送或者是不送 其实已经并不重要 或者是说 朝鲜其实已经 送出了他的礼物 在从这个去年 朝美领导人 进行首次会晤之后 应该说朝美之间的关系 一直还是向上向好的 有一种良性的发展 那近一时期呢 不管是这个进行 两次所谓的重大的试验 试验的是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 朝方可能会进一步的公布 但是呢 毕竟呢 朝方的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美国监控到的 朝方的一系列的动作 已经是在向美国送礼 这份礼物呢 看起来并不很美妙 应该说是惊吓 而不是惊喜 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是朝方呢 已经开始 对美国有不满 有不耐 甚至呢 有更多的一种 愤懑的情绪 这才是半岛局势中 的一个核心的要素 但我们这次也注意到 美国也拿出了 似乎是一个证据 他说我有卫星图片 你好像正在扩大一个 可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工厂 美国这个时候 释放这样一个信息 什么目的 金教宁先生 实际上 它就是为了 下一步披露消息 又等于进一步的 施加压力 那么真正要发射 那就两回事 美国当然也想 把这个最后谈判 如果双方在 和他这个道路上 发生破裂 撕破裂的这种情况 把这个锅扔给朝鲜 那么意思是说 如果在最后期限 朝鲜做出什么 就是你朝鲜的责任 我美国不承担 这样的责任 这个都是想在 政治上解套 我想美国底线就是 如果发生破裂 过去摔给朝鲜 那么最好的 对美国选择 就是继续谈下去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 苏女士 所以这次美国公布的 其实也算是 他准备的一个筹码 应该说当前 确实美国在做 集中准备 美国一直说 所有的选项 都在桌面上 其中包括军事选项 那这些选项 哪个离美国的手更近 哪个远一些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排序的 当前美国 他的首选项 是继续的拖下去 继续的拖下去中 包括继续的谈下去 所以不希望 这个朝鲜设定一个 所谓的最后期间 比如说近年年底 那另外的一些选项 就包括 如果出现了一些 这种情况之后 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其实我们会看到 最近美国 除了这种进行侦查 公布一些信息 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 来召开会议 等一些的方式 好像是要把朝鲜送礼的事情闹大 这个闹大的背后 并不是说 美国已经决定 要与朝鲜一拍两散 这份礼物就是分手的礼物 而是美国希望 在国际社会上 当前自己还站在 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上 要向大家强调 是朝鲜首先改变了现状 而美国方面 是无奈地接受了 这样的一种改变 所以这是他当前的 一个备选的选项 而最差的一个选项 就是一旦出现这种 鱼丝网破 把朝鲜逼到墙角 可能再次出现一些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甚至可能发生一些 潜在的冲突的时候 美国仍然手里 有这个军事的选项 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应对 先向我们的军事专家 七种型号的侦查机 全上天了 甚至有评论开玩笑 这叫花式侦查 您怎么解读 美国确实想在军事上 全面地掌控 朝鲜内部发生的一些情况 内部发生情况 就包括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有没有恢复的迹象 就过去他做出了一些承诺 那么现在这个承诺 是不是在改变 另外这次实验 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因为他的发射 比如说洲际 他并不是射成完全洲际 他可能射高 他从射高来折算成 他的洲际射成 另外当然对他电子信号 各种包括指挥控制 溢出的一些信号 通信的信号 都全面地进行掌握 当然这里头还有 包括他这个党中央 主要最高领导层 对当时指挥现场的 一个指挥控制 他们之间的通话 都是要掌握的 这种全面分析 包括战略的战役的 和战术技术的 这种新型掌握 对他判断朝鲜领导层 他的战略上的意向 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他是各种信号 直达机都有 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可以说是透明的了 24小时的 不间断的 全频谱的 各种手段的 包括光学的 红外的 无线电的 雷达的 各种信号 全方位的监控 我想这就是他要做到的 那请教苏女士 他这一系列的动作 是不是意味着 当时朝鲜所说的 这个年底的大线 对他来说还是有压力 尽管他说他不在意 确实我觉得应该说 这个美国的嘴上 说得很硬 但是自己的行动是非常的诚实的 派出这种侦察机 无人机 花式侦察 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 当前美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破局 或者是出现一些这种变化的情况下 美国至少不会太被动 所以掌握情况是做出准备的基础 但是这样的一种行动会产生一些 让美国意料不到的效果 因为我们会看到 如果美国对于朝鲜的行动 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 那其实向朝方释放出的信号是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但是现在反而是这种花式的侦察 甚至是打开定位设备的这种侦察 表面上看给朝鲜带来了一些压力 似乎是美国在做一些军事上的准备 但实质上是让朝鲜感觉到 美国当前对朝鲜的这种关注度在增加 这恰恰是朝鲜当前非常需要的 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吸引你的重视 希望你能够满足 我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条件 最终纳入到 我所设定的这种轨道中 所以应该说 美国的这种花式侦察 应该说给了朝鲜 更多送礼物的仪式感 而就在此时 等待了八年 韩国也收到了美国送来的礼物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 12月20号在乌角大楼表示 朝鲜半岛是美军在世界上 总是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地方之一 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坚如磐石 米利还强调 对于朝鲜方面可能的动向 美军已做好一切准备 进入12月 美国对朝鲜威胁逐步加码 特朗普此前在北约峰会上 提及对朝动武的可能性 美防长埃斯珀近期也表示 若有必要 美国今晚就可以打仗 据韩联社12月23号报道 韩国军方从美国引进的 一架RQ-4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 抵达庆尚南道四川空军基地 韩国政府2011年3月决定 从美国进口全球鹰侦察机 如今时隔四年 其余三架也将在明年上半年之内交付 在经过验收检查后正式服役 此外据韩美报道 12月17号 韩国空军以非公开形式 低调举行了F-35A 隐身战斗机的部署活动 韩国军方人士表示 这意味着韩军的F-35A 一定程度上 已具备投入作战行动的能力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2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 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电话交谈中 就在朝鲜问题上 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达成共识 日本经济新闻12月21号报道 日本刚刚做出部署宙斯顿舰的决定 他们分别在东海 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域值班 全天候监视朝鲜 甚至必要时拦截导弹 那么美国为何在此时加紧武装韩国 美国拉紧盟友火上添油 又会对半岛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请教李先生 韩国等了八年 美国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送来了全球英 你怎么解读 当然它首先一个政治目的 就是要加强跟韩国的军事联系 对美国来说 这也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 因为现在的文在寅政府 并不是美国非常喜欢的 这样一个政治倾向的一个政府 这个政权一直跟美国若即若离的 希望减少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发言权 他希望韩国 朝鲜能有自己的发言权 没错 能够在朝鲜半岛的 比如说和平进程里头 韩国起更大作用 它是一直在这样 这并是美国想看到的 因此这些高精尖的武器 给文在寅政府本身 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没错 咱们现在能够把钱球英这样应该说最顶尖的这种侦查设备 从信息化建设里头 信息获取手段里最顶尖的这种设备给韩国 他还当然希望在这个地方 韩国能够马上用对朝鲜实施侦查 而且这个情报能跟美国分享 美国现在最关键是希望跟韩国进行这个合作的 另外韩国有些不可取代的一些地位 就是它的人力侦查 没错 那么我给你钱球英人力侦查你多给我 双方互同有误 那么这是一个交换的重要条件 那么因此这对台来说 也是更大范围地进行情报合作 更严密地掌控朝鲜白岛今后的走向 这是一个重要的据说 请教苏女士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韩国不管是接受全球英 还是之前F35A的部署都很低调 他就是应该是不太希望去刺激朝鲜 确实应该说呢 刚才我们说这个送礼物要讲究时机 要看这个送礼物的时机 是不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同样呢 应该说军事合作也讲究时机 韩国想不想要 美国想不想给 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一方想要一方想给 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 还是要选择时机 为什么近一时期呢 这个韩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有所加强 包括这个全球英等一系列的 这种具体的部署会出现 也是因为近期呢 朝鲜半岛出现了一些这个局势的波动 但是呢韩国同样非常清楚 目前半岛的局势是非常脆弱的 这个时候呢 是把朝方往外推一推 还是往回拉一拉 对韩国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文财金政府呢 当然希望半岛的这个和平和解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呢 即使呢 为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需要 或者是既定的这种军事发展的目标 与美方进行了合作 同样呢也要以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 避免尽可能的不要再刺激 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的 像恶性的这种方向发展 好 请教尹先生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吧 美国现在一方面 它也是期待谈 但是另一方面 它的军事手段也做足了准备 包括埃斯坡之前放出的狠话 今晚就可以开战 您怎么觉得 从美国的国力来说 或者从美国在亚太的部署 军事业务来说 开战当然可以 你随时可以打 但是你知道战争向什么方向发展吗 知道战争结束怎么结束吗 就是最后结束 你美军在这里就取得了胜利 还是惨败 那么有朝鲜战争的教训 有这个越南战争的教训 美国在东亚动武 一直是非常谨慎 实际上美国准备 朝鲜战争的军事行动 它早就在准备 它有一系列的作战方案 20系列的 30系列的各种作战方案 入侵朝鲜的等等都有 但是几十年来为什么有实施 它早想实施 为什么有实施 那就由朝鲜战争 它有教训 它不会轻易动物的 那么所谓现在准备军事手段 主要还是侦察手段 另外也可能采取过激的一些 比如说弹道弹的 它觉得威胁大了 我拦截一下 或者让日本拦截一下 这种可能性都是可能 它有这个能力 它可以拦截 另外航母在这演习 施压 B-2红战机在到位等等 飞行 它都可以 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就是威慑 真正动武应该是比较远 这个朝鲜心知动明 另外完全撕破脸 对美国并没有好处 这个对特朗普完全是个负资产 那马上要大选了 如果朝鲜办到 由于美国过激的行动 走到这一步的话 对美国并不有利 那请教宋女士 朝鲜现在可以说是 把球提给美国了 不管是给出期限 不管是送礼 美国怎么来接这个球 从目前来看 应该说美国接不了这个球 还是在这个甩锅 刚才尹老师提到 就是一旦朝鲜真正发射了 这个弹道导弹 进行了这种试射之后 美国拦不拦的这个问题 我倒是觉得 美国应该说 不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从当前来说 一旦拦截 再出现一些这种溢出的问题 可能会使这个半岛的局势 骤然失控 就像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而另外我觉得 对于美国来说 在美国国内 也需要平衡几方面的声音 我们经常说呢 美国国内的这个军方 它是这个鹰派 但是鹰派呢 不等于这个作战派 或者是这个主战派 其实我跟美国的军方 接触的过程中会发现 真正上过战场的那些军人 对于生死是非常有敬畏的 包括这个美国驻日的基地 他的司令就明确地说过 他非常反对美国国内 谈到对朝进行军事打击的 这一些声音 在他看来如何打 打完之后后果如何 并不是你此前经过推演 就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 那另外呢 在美国国内呢 当前除了这个美国总统之外 美国国内的精英层 对朝的政策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实我们看到 当前之所以出现了僵局 朝鲜要送出礼物 也是因为他认为 美方的政策 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灵活度 没有更多的空间 而造成这样原因的 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因素 就是美国国内 精英层对于朝鲜的这种 非常固化的看法 以及呢 在对朝政策上 他们已经设定好的这个路径 就是要朝方呢 先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 然后美方才会行动 所以致使朝方呢 现在呢出现了反弹 年关将至 半岛局势也面临关键节点 而朝鲜方面 也在做相应的准备 据新华社12月24号报道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在成都举行 本次会议发表了 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 三方一致同意 我们致力于实现半岛和平 安全和繁荣 强调只有通过包括对话 和外交在内的国际合作 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决议全面解决各方关切 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 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12月2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最近围绕半岛局势 出现新一轮紧张 和平的窗口再度面临变数 对话的机会正在不断流失 在此情况下 中俄两国及时在联合管理会 提出决议草案 旨在保持政治解决势头 避免局势恶化失控 我们呼吁美方尽快拿出 落实新加坡共识的实际举措 鼓励朝美双方就建立 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和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 形成可操作路线图 媒体分析认为 半岛局势即将迎来关键一周 接下来的一周将决定 2020年的朝鲜半岛局势 那么年关将至 朝美关系又将如何翻开新的篇章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朝鲜这一次在12月份 这两次密集的会议 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宋女士 应该说朝鲜的近期时期的会议 应该有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层面 国内的层面是要向民众解释 当前朝鲜面临的外部环境 是怎么样的 要有一个判断 有一个定论 另外也是告诉民众 下一阶段 国家发展的政策的走向 是怎么样的 要依据对形势的判断 来进行调整 而在对外 我觉得也传递出 一些非常清晰的信息 就是在当前 半岛局势出现了一些转折 或者是这种逆转的 这种情况之下 朝鲜方面 它的选择并不是一拍两散 突然回到两年前 而是希望能够继续延续 当前的这种势头 而朝鲜所要做的 就是守住自己的底线 但是同时 不采取贸然的方式 来挑动半岛的局势 这样的一种方式下 应该说会赢得国际社会 更多的这种支持 包括像中俄 这样重要的地区大国的支持 同时也是向美国释放信息 希望美国还是能够 照顾到朝鲜的关切 而不要把朝鲜像过去那样 看成眼中钉肉中刺 必须要对朝鲜进行一切的施压 希望美国也能进行政策上的调整 为朝美之间的关系的转变 留有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中俄这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 这个决议草案 会对接下来半岛局势的发展 带来什么样的积极的改观 之所以说中俄提出了一个 较为阳性的选项 是因为这个选项的背后 它的基本是公平正义 其实当前我们看美方的行为 应该说是非常拧巴的 一方面希望与朝鲜继续谈下去 能够解决他所关注的 半岛的无核化的问题 但同时美国方面的做法 又是背道而驰的 比如说朝方近一时期提到的 在制裁方面有所放松的问题 我们也都知道 2017年的12月 那是涉朝的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 最后一次 而两年的期限 到2019年的12月22日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措施 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会落地 包括朝鲜的外派的劳工 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时候是让一让 留出一些空间 还是步步紧逼 让朝鲜有更多的失望 我觉得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选项应该怎么选 其实美国也希望 朝鲜能够在政策上有所放松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所做的 却是在联合国案里会强调 不能够放松对朝鲜的制裁 所以美国应该说 它的目标和它的这个行动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是不可能产生效果的 那应该怎么做 中俄之间就提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这个秉持着 公平正义的方案 既然朝方做出了一些的努力 那联合国案里会的制裁 它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所以现在应该说 中俄在这个半岛局势的 一个重要的节点上 再次提出这样的方案 是应该得到 国际社会的支持的 也是解决问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而这个时候 如果美方能够 与中俄相向而行 那肯定会为这个局势的 缓和降温 产生一些这种积极的影响 但是如果美国呢 坚守自己的一些 所谓的立场和底线 坚守这个极限施压 那么错过的 肯定是对话的机会 距离2020年还有六天了 半岛局势转机 如果有可能在哪 双方各让一步 这种可能性是还是存在的 谁都不想大家撕破脸 因为半岛战争是解决不了 半岛问题的 美国知道 朝鲜也知道 那么唯一一个出路就是谈判 谈判 那么进程怎么走 这是个大家选项的问题 所以首先一个底线就是 不撕破脸 不把对方推到战争的 这个边缘上头 而是进一步走向谈判 我想这是大家都应该 遵守的一个选择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栏目的 微信公众号 央视防务新观察和我们互动 我是嘉明 我们明晚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